在今天南風吹上來 溫度高 中午你有沒有覺得天氣好悶熱 戶外活動 兩件事情要注意 要防晒 要多補充水分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的一些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先來看看 最熱的地方在哪裡 在板橋 中午的溫度到達了 34.6度的高溫 台北市的溫度 也已經接近到34度 所以整個台北盆地的溫度 是全台灣最熱的地方 不過紫環線指數 可就在高山紫環線最強了 玉山的紫環線 可是有達到了一個危險的等級 但說到風力的部分 在馬祖的陣風 因為封面的接近之下 馬祖的風力開始逐漸的增大了 目前已經有達到了8級的陣風 天氣狀況來說 禮拜三的時候 開始我們有弱的東北風 會影響到的只有在北部地區 天氣狀況來說 中南部沒有受到影響 那四跟五溫度上升 天氣好 但到了禮拜六以後開始 東北風又開始吹進來了 到了星期天 北部地區要轉為 一個失而良的天氣 那中南部的話 溫度在週休假期的時候 尤其到禮拜天 禮拜一之後 也會略微的開始要下降 我們就來看一下 色調強化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封面 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目前從東海到浙江 延伸到大陸的福建 這一道水氣帶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會逐漸的由西往東的方向走 封面的前半段會逐漸的東移 後半段的雲層會停留在大陸的華南 所以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天亮之前 雲層在通過北部海面的時候 北部地區雲層量開始增多 伴隨著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在台北東邊 東北角 北部海岸線跟宜蘭花蓮 但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倒是午後震雨有沒有看到 南投山區倒是有些局部性的發展起來 接著來看到彩色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注意到 封面的水氣帶正在逐漸的 由西往東的方向走 結構體來說 主要是在東海到韓國這邊的結構體 比較完整 但到了浙江以南這邊的結構體來說 算是比較鬆散的 到了明天的時候 封面帶離開了 北方的高壓開始下來 帶進來東北季風 所以北部的朋友就會感覺到 明天的溫度會略為下降 沒有34度高溫 而是在28到29度 但一天的時間 因為到星期四 星期五 高壓冬一週 溫度又要上升 我們來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的溫度涼涼的 明天白天 北部在歪島地區的馬祖雨有下雨 金門雲亮多 澎湖是天氣輕了 台灣本島部分 往北走有點雨 往東走局部降雨 山區有霧 中南部可就天氣輕了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西部外島夜晚有濃霧 還有中南部的朋友 明天外出防曬不可少 水神霧化器 好 就是這台 它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傾銷 我們現在水神霧化器 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霧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 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 會有折扣優惠